国立空中大学语音教学节目 行政法基本理论 教学设计及媒体委员 李允洁、许立一老师 主讲陈志华老师 欢迎收听 各位同学好 今天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讨论 行政法基本理论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基本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行政法理论基础 第二个部分是行政法的性质与特质 第三个部分是行政作用 当然今天我们第一个讲次呢 就从第一个部分 行政法理论基础开始来跟各位讨论 今天这个讲次的主题是 行政的基本概念 首先我跟各位介绍参与今天讨论的两位老师 第一位是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林奇青林老师 第二位是警察专科学校的干国正干老师 欢迎两位 大家知道行政是政府的施政 一般解释说行政就是政策的执行 当然在行政法学讨论行政法 首先我们也要对行政这个概念做一番的了解 当然在行政法学里面我们重点就放在行政权的组织以及运作 由于国家的权力主要是立法 行政 司法 考试和监察 这些公权力 其中呢我们知道行政是最发达最为强大 所以到今天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行政国的时代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当然各位知道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行政 立法 司法 这三权比较起来 行政是最积极 最主动 其次呢是立法 那司法权我们知道它是比较被动 当然我们不能说司法是消极 但是它是不告不理 所以比较被动 是它的一个特征 所以一个市长跟一个法官不同 市长可以说常常表现出非常忙碌的样子 因为它有主动性 积极性 这是行政的一个基本上的特征 当然我们今天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有关行政权的概念 比方说法规命令或者是委任立法 行政裁量 行政法 行政执行 究竟行政权或行政是什么呢 首先就值得我们来注意 除了从行政法 也从行政学 甚至于公共政策 这些角度 我们先来看 什么叫做行政啊 它的解释有很多的说法 但从行政学方面 它又有三个角度来观察行政啊 首先它把行政看作是国家意志的执行 传统的政治学者像魏劳毕或者是古德诺 他们对行政的看法是 行政是行政部门管辖的事物 几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认为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 行政是国家意志的一个执行 似乎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理论里面 行政是一种工具性 一种后续的手段来执行政治或者是政策 另外从管理的角度 各位知道在行政学里面 有些传统的大师像古力克 他就提出管理有七项功能 Postcode Postcorb 那其中的CO就是协调 另外从公共政策角度 也有人说行政呢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的一个执行 当然公共政策其实从它的制定到执行到评估它是一连串的活动的过程 其实也不能切割 所以有人说行政跟公共政策是一体的两面 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行政 另外我们再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行政 在这个行政法学里面呢 大致上有四个角度来观察行政 首先第一个角度是从消极面 第二个角度是从正面的本质来看 也就是本质说 第三个角度呢是从以上两种学说把它加以综合 也就是排除立法行为 统治行为 军事国防以及司法等等 而把行政界定为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拘束下 为了既定的目标基于自我实现 而以具体措施持续地处理公共事务 第四个角度就是从特征来看行政 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收听